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郭拜登支持接派出选总统的何锦麗 当地星期一前往位于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竞选总部 第一次跟竞选团队背面 何锦麗讲话期间 同透过电话会议甲的拜登通话 何锦麗的竞选团队沿用拜登之前的班底 拜登呼吁团队支持何锦麗 团队就说 在何锦麗宣布寻求提名之后的24小时内 已经筹集到8100万美元 部分款项将会投放到摇摆州份 看登竞选广告 59岁的何锦麗说 会以曾经担任加州检察官的经验 对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何锦麗在夜晚发声明说 已经获得足够支持 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美联社统计 何锦麗在大约4000个民主党代表里面 获得超过2600人支持 超过总统候选人提名门栏 最新表态支持何锦麗参选的 包括民主党重量级人物 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 他在声明里说 有十足信心何锦麗能够带领民主党 在11月取得胜利 美国多个民调显示 何锦麗的支持度 比特朗普落后2至8个百分点 据报特朗普竞选团队 早已经为应对何锦麗 接盼参选做准备 将会特别针对何锦麗 在移民政策等议题上的取态 香港电台记者苏可应报道 至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被枪击事件 特勤局局长切特已承认 特勤局案发前 曾被告知现场有可疑人物 今次是局方几十年来 最大的行动失误 但他否认拒绝提供保护特朗普的指控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日前在奔直范尼亚州 出席竞选集会的时候 枪手从会场附近仓库屋顶开枪 特朗普又已受伤 一个出席集会人士死亡 特勤局被指出现保安漏洞 特勤局局长切特已 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 说愿意负全责 切特已承认在枪手克努克斯犯案之前 特勤局已接到两至五次通知 说有可疑人物出现 地方执法人员也曾见到枪手手持 可用来量度射击目标距离的測距移 但切特已说当时只是有可疑 不等于构成威胁 如果局方知道有实际威胁 就不会让特朗普上台 被问为何没有特勤局人员部署 在涉事屋顶或出动无人机偵察有关范围 切特已说仍然有待调查 又说特勤局没有拒绝 特朗普团队在竞选活动之前 加强保安的要求 It is a miracle President Trump wasn't killed Corey, Compea Torre's life is over Do you have a timeline that you... Do you have a timeline at all from any of the day? 在4.5消息 在当时的听证会上 民主共和两党议员 不满意切特意的答复 要求他下台 切特意重申 自己是现时领导特勤局的最佳人选 香港电台记者苏可盈报导 回来本港 因应港铁要做更新设施工程 观塘线太子站至何文田站四个站 来近星期日会暂停列车服务 乘客可以转线或者改搭两条免费巴士线 在今个月28号 即是来近星期日 打算坐港铁出入油尖黄区 或者坐港铁在区内转线的乘客 要注意预留充足时间 和及早规划行程 事关港铁当日要进行工程 观塘线只会分别提供 条颈令站至太子站 和何文田站至黄布站路段服务 观塘线太子站至何文田站 全日不会提供列车服务 全湾线和观塘线之间 唯一只能够在太子站转车 观塘线乘客如果要去旺角和油麻地 就需要在太子站转乘全湾线 前往何文田站的话 就要乘搭屯马线 如果你去九龙东出发 我想去尖沙咀 我想去红磡 其实以往可能你会过来旺角转车 不过今次 其实你可以早点 在转石山里转车 其实踏上全马线 就可以过来尖沙咀和红磡区 如果我想过海 都不一定需要在旺角尼顿道的走廊过海 其实你可以乘搭车去游塘 让将军澳线过海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快捷和舒适的选择 港铁又提醒打算在当日过海的乘客 可以考虑使用东冲线 东铁线和将军澳线服务 并透过港铁手机应用程式 查询路线安排 港铁强调 观塘线的四个车站 当日虽然没有列车服务 但仍然分别有 全温线和屯马线的列车到达有关车站 全温线会维持约三分半钟的班车 观塘线就大约五分钟的班 港铁预计 当日太子站会非常繁忙 会实施人潮控制管理措施 全日动员大约一千人 在有关车站协助乘客 并和九巴协调 8号和30X巴士线 当日会加密班次 其中8号线全日免费承担 30X在指定范围车站上车 也免车费 这次基建资产更新工程 是在观塘线尤麻地站附近 交叉道线隧道里面进行 工程会在下个星期日凌晨大约1点 观塘线列车收车之后展开 需时约28个小时 预计下个星期一清晨 观塘线头班车开出之前可以完成 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导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面对挑战要识变应变懂变 发挥香港善拼敢赢的精神 善用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机会 推动经济实现新飞跃 民建联举办论坛 讨论香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致辞 提到中共20届三中全会 上星期在北京闭幕 全会强调 要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并且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李家超说 论坛讨论如何利用好香港的独特优势 以及把握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 让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正当其是 在一国两制下 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高度专业化 市场化 国际化 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拥有中国优势 和国际优势的世界级城市 香港主动对接和参与国家十四五规划 与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带一路畅意等国家战略 同时强化和全球联系网络 积极开拓和传统和新兴市场的合作 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不断地创新突破 为经济注入动力 同时服务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李家超提到 香港正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因地制而发展新质生产力 将以科技创新为主导 支持香港的新实体经济 发掘更多新方向 把握更多新机遇 香港也都会发挥引进来 走出去的超级联系人 和超级增值人角色 为国家发掘更多新机遇 和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作出更多贡献 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香港需要积极主动作为 面对挑战 要识变 应变 懂变 发挥香港善拼敢赢的精神 善用新质生产力 发展带来的机会 推动经济实现新飞跃 出席论坛的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孙东就说 香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上 有三大挑战 我们在一些与新制生产力发展 相配对的一些资源方面 我们需要再加把握 运用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一些产业的人才 这些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下一步想办法 要多做点工作 传统上香港是小政府大市场 我们以前呢 很多的一些规矩 一些做法 那么是不是适应新的时代的发展 所以刚刚闭幕的 这个三中全会也提出 国家要深化改革 要开放 那么香港也面临这样一个 同样的课题 那么第三个挑战不能不说呢 就是我们面对日益复杂的 这个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的 带来的挑战 这个香港我们也 也做好准备 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 增强自身的实力 他又说 创科产业高速发展 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 认为香港需要有更多创投基金 而现在是投资到香港的最好时候 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导 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个月下旬率团访问 东盟三国 老窩 简布寨和越南 有随团的商会说是澎大相机 希望此行了解当地情况 争取税务等优惠 行政长官李家超 将会率领商界代表团 出访东盟三个国家 包括老窩 简布寨和越南 向当地政商界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 亦是他任来第三次出访东盟 访问团成员之一的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心 他的家族三代人 在越南投资创业已经超过50年 他说近期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 越来越多香港和内地企业 移私到越南发展 至于简布寨和老窩 蔡冠心说 两个国家正是加速发展 其中简布寨 正是锐意发展绿色和数字经济 能够为香港带来庞大相机 如果你和他谈 谈谈太阳能、发电、风电 你说电动汽车、储能 全部高薪科技去 最好这些了 你要什么政策都和他谈 我们要怎么结合大湾区就能做了 你说做新能源汽车我们也可以 你说做储能设备也可以 做新能源也可以 我们去做什么呢 叫我们去做当然不行 但是我们和他合作就可以了 我们引入这些去越南、简布寨都可以 接着我们就做金融 就做这个financing 对不对 我们的专业服务和他组建公司 策划怎样落地 这个一定是强强结合 就不只是说我香港可以做什么 另一名访问团成员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劳金榮说 近年不少企业都采取中国加一的策略 除了在内地车厂之外 也会到低成本和有出口关税优惠的地方建立生产线 其中在越南 每名工人每个月工资大约350元美金 简布债大约200元美金 老波就更加低 他认为不同地方都各有好处 譬如一些劳工密集营的企业 他现在在内地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都是持续会向外走的 另外一个就是关税问题 这些地方第一就是税务的优惠措施 第三就是成本 那边的土地成本也好 人力的成本也好 或者可能它的电力成本 可能相对都会低的 投资减步债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拥有权 土地它有100%给外商去拥有 其他国家就只有49% 老波就出口免税 就是零税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不同 劳金榮说 在三个国家当中 业界对老波比较陌生 希望透过此行 了解当地的基建和电力条件 香港电台记者一直指清不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到天津调言 说培育增长新引擎 发展新质生产力 关键在于改革创新 要着眼推动科创和产业创新 融合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 星期一 先到天津市 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 听取科创园建设运营介绍 同科研人员 科技金融机构 以及创业公司负责人交流 了解打造科创服务生态 成果研发转化等情况 李强说 培育增长新引擎 发展新质生产力 关键在于改革创新 要着眼于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 融合发展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打造更有效 更具吸引力的科创平台 在政策资金 科研资源等方面 进一步加强对科技 营充小企业的支持 以及对科研人员的激励 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李强其后到滨海新区 参观智能制造生产线 详细询问产品安全标准 和使用期限 又到一间租赁公司 听取公司业务经营 和发展融资租赁等情况 李强说 要抓住改革契机 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支持政策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以场景应用为牵引 大力支持企业推广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给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 竞商涌现 要创新运用融资租赁等金融工具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李强有强调 滨海新区是天津经济发展的龙头 也是服务竞争企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 要在深化改革中 更好激发动力和活力 特别要在自贸试验区改革 金融创新发展 新形成真化 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 创新体制机制 突破平颈制约 要发挥优势 彰显特色 加快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 进一步放大港口航运的辐射能力 进一步激发产业升级的巨大潜力 进一步彰显生态城市的移居魅力 也要强化联动 整合资源 加强和北京 河北等地的政策涵接 项目共建 积极承接科技成果转化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推动竞争计协同发展中 发挥更大作用 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军报道 巴黎奥运台拳道项目 港队首次有选手良相 盧慧峰出战男子 68公斤以下级别 休息回来又详细报道 搜集中 这个外表信活流 华一路 莫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的安排也带来了空前的保安压力 法国当局已经将反恐警戒提升到最高级别 在巴黎市中心很多地标附近 都见到大量警力驻守 特别是海船门和乡借丽舍大道 这些业满旅游景点警察和军人的身影随处可见 在上星期四开始 巴黎警方已经禁止市民和游客进入 鱼近赛纳河半的范围 住名景点巴黎铁塔附近的道路已经围封了 有警员驻守 只是给奥运人员和申请了通行证的民众出入 各个路口都有警员把守 通过检查的话就可以进入赛纳河两岸高安全级别的灰色区域 这两位做足功课的游客就提前申请好通行证 比较方便在网站上就可以直接运营 那你会觉得整体因为大力奥运的就是开始那个市面上的气氛或是市容怎么样 比较寂静和安全 没有传闻中那么多小偷 自然感觉还好 挺安全 今次市中心封闭 对当区的交通造成一定影响 有不少马路都被封起 有居民就说 风路影响当地人日常生活 在安全方面我觉得增加警力 肯定是一种好事 对游客 对过来参赛的运动员肯定是一种保证 但是他们更觉得 给他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不方便 比如说很多路都被封了 接下来呢 反正他们像我们周围的一些老国人朋友 他们觉得还是前后不进的 一些位于封锁区内的商户做生意也受到影响 有餐厅老板说封区后人流大减 会关门停业几天 等开幕式之后才开门 香港电台记者李嘉文在法国巴黎报导 这届奥运港队将会派出 台拳道选手盧慧峰 各族男子68公斤以下级别 是本港首次在台拳道项目 取得奥运资格 至于游道项目 黄嘉莉将各族女子48公斤以下级别 她说目标是首七名 我是小学开始玩游道的 差不多20年 本来我觉得奥运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 因为始终没有想过自己会打到奥运 今次真的知道自己真的打到奥运了 就是有点兴奋和期待 我也是一个平常心的心态 其实也设定了目标给自己 就是前生命完成这个比赛 会尽力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26岁的黄嘉莉以亚洲女子 排名第七的资格挤身奥运 将各族女子48公斤以下级别项目 初次踏足奥运舞台 正加紧锻炼体能 希望拉近和其他选手的差距 她提到之前在杭州亚运的经历 令她决心做好这一点 其中一个是日本的选手 她是其中一届世界冠军 和上届的亚运冠军 我在亚运的时候 其实已经跟她对过一次 那一次就是一抓住她 我觉得她好像没有用力 她就已经可以将我 即将我达到技术性地达到地上 我感受到差距是很大的 可能训练的时候 会叫我的partner打多一点这一招 那我就可能会针对性的策略部署 教练就透过影片 观察不同选手的惯性动作 从而制定战略 争取打入四强 我们会针对我们比赛四分钟里面的训练 技术上我们都要知己知彼 奥运名单 世界各地都出了是哪些人选的 我们也都去研究一下其他对手的技术 研究一下怎么对其他对手 目标都希望在奥运那里拿到好成绩 至于台拳道项目 港队首次有选手量上奥运 各族男子68公斤以下级别的盧慧峰就说 到时会博尽争取踏上班掌台 我是第一个历史性踏进去奥运舞台 我心情又兴奋又紧张 我觉得有很大机会 会和上届东京奥运金牌选手碰面 最重要是自己的心态 不要因为对手很劲而自己害怕退缩 会抱着一个心态就是打好每场比赛 每场都拼尽他 我拼尽的话我都叫有机会赢得回来 盧慧峰到巴黎参赛前 会先到内地集训 香港电台记者李家文报导 警方拘捕五个持伤诚症的男人 涉嫌兜售假演唱会门票 据了解案中的假门票是郑秀民演唱会 警方近日收到多宗的报案 只要有市民经网上和在表演场馆外 以现金或者转账的方式购买门票 当他们进入场馆的时候 被主办方告知门票失效 并且确认该等门票为虚假门票 警方经调查之后发现该等门票 模仿了官方门票的防疫特征 包括纸质 字体 二维码 和防疫标签等 我们也发现 在不同受害人的虚假门票当中 是印有相同的座位编号 由于这些门票的访真度十分高 而骗途也都会主动提出 在现场进行交收和嫌票 而博取受害人的信任 这宗案件里面 总共的金额是1500至3300元 哪个场馆都会有机会有骗途 去买这些假票 我想重申呼吁市民 不要轻易相信骗途的验证方法 和尽量避免在非官方渠道 去购买一些活动的门票 泰国巴亭亚发生涉及香港游客死亡的车祸 当地传媒报道 这一名48岁的香港男子 星期二早上乘搭双排车的时候 由车尾跌出车 背部着地受伤 他在现场接受急救之后送院 之后相重不治 涉事的双排车 事后没有停下及离开现场 警方之后找到涉事司机 他公称曾经接载7至8名游客 去到暴行街 并且确认全部人已经下车 不知道何时再有人上车 警方暂控以老妄駕駛 导致他人死亡 和交通意外后不顾而去等罪名 在本港 警方证实一名警务人员在外地离世 对此表示感到非常难过 已经向相关人员的家人 表示深切为民 巴勒斯坦14个政治派别 一连三日在北京举行的内部和解对话结束 外长王毅和哈马斯、法塔克等派别代表 一起会见传媒 巴勒斯坦各派别 簽署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巴勒斯坦团结的北京宣言 王毅在闭幕式上致辞 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中方在有关问题上从来没有任何私利 始终坚定支持巴人恢复民族的合法权利 王毅说为走出当前加沙冲突困境 中方倡议三步走 第一步推动加沙地带 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可持续停火 第二步是秉持巴人自巴的原则 攜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 最后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并着手落实两国方案 另外 王毅昨日在北京集体会见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他说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 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个原则 处理对美事务 致力于与美方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托展合作 力增中美关系、尋下来、好处、 向前走 中方亦都有必须维护的利益 必须换卫的原则 必须坚守的底线 王毅说中美关系大环境好 各方都会受益 大环境不好交流合作空间 必然受到制压 希望美中贸委会和会员企业 积极利用自身人脈和影响 多向美国政府、国会和各界 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多发出客观、积极、理性的声音 推动美国内树立对话正确认知 停止对华经贸科技打压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